这台小主机是去年市场里最受欢迎的低功耗小主机吉莫克G3的升级版 这次升级CPU由N100升级到了N150 2.5G网卡由i225杠位升级到i226杠位 价格吗?自然仍是极其便宜 准系统只要569元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N150的低功耗迷离主机 GMK吉莫克G3PLUS 照例给大家奉上 全部33台N系列低功耗小主机一栏表 包含主要接口、功耗、性能等指标 我们还应朋友们的要求 添加了每台小主机测试式的性能释放 供大家购买参考 N100是我们测试最多的低功耗CPU 而G3是我们当时测试的首台低于600元的N100小主机 这台升级版的G3PLUS定价仍然保持了G3的水准 并稍微提升了一下2.5G网卡 这点我们表扬一下 以上是厂家升级的部分 那么N150作为N100的升级CPU到底升级了啥呢? 其实很简单 单核锐频提升了0.2G赫兹 还有就是同样24EU的核显 频率有750兆赫兹 提升到了1000兆赫兹 那么大家对这样幅度的升级满意吗? G3PLUS 它装置了Intel N150低功耗CPU 适合四线程 24EU的Intel UHD核显 DDR4 3200兆赫兹 单通道内存 M.2 PCIe 3.0X2和SATA双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2.5G网卡和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12V3A 一共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全塑料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3.2A口 后面板 HDMI接口 双USB3.2A口 2.5G网络接口 又一个HDMI接口 12V电源接口 耳麦接口 这12V电源也是36W的了 对这种电源 我的信心好像变强了点 后部 双侧 底部都有通风口 很容易的打开上盖 看看内部的接口 单DDR4 3200兆或者的内存 2280的M.2P3E 3.0X2 SSD 旁边还有一个2242的M.2SATA接口 NVM1 SSD下面 可以看见板载无线网卡 BIOS里我们能看到 首页就可以选择性能释放 我们测试使用的是高性能模式 16GB的DDR4 3200兆内存 SATA接口已经是enable了 这里可以看到高性能模式下 PL1和PL2设置都是1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稳定在14.5W 整机功耗23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9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5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4.5W 时温18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82度 SSD温度最高45度 这散热还不错 CPUZ多线程1300.1 单线程378.6 还好在第一梯队 和我们测试过的多款N100小主机相比 差不多的 与G3N100相比也在误差范围内 Gagpen G5多核2717 单核1024 也落在N100的第二梯队里 和G3N100差不多 Gagpen G6多核3117 单核1263 多核仍然保持前列 单核好像超过了所有的N100 幅度大概有2% Celibynch R23 多核2990 单核953 多核成绩靠前了 单核还是超过了所有的N100 Celibynch R23 多核193 单核62 在我们测试的数据里 多核靠近了N200 单核比其他N100都强 Passmark多线程6182 单线程2172 跑上了6100分 不错的成绩 多核仅仅比N100最高分差那么一点点 单核高出所有N100 3%到5% 综合上面的比较 G3N150 是4.5瓦的性能释放 多核接近N100的最好成绩 单核高于N100的最好成绩 高得不多 也就2%到5%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 441,176 CPU得分 181,143 我们还给N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546,344 XX20 308,371 Coremark 10,242 Coremark上了10万分 仅比排名第一的N100最高分差了几分 7G第二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最低50多帧 能玩啊 那就行了 HDMI接口能够输出4K60Hz 8W RGB的显示信号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揽 HDMI接口输出4K60Hz 8W RGB显示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英特尔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应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8K60帧AV1视频 有些卡顿和丢针 可能是驱动还没有适配好 N150播放高马率视频 我用飞流影视播放4K80兆马率的蓝光RAMOX文件 流畅得很 硬盘测试PCIe 3.0 NVMe X2 1700多兆B X2就是这速度 WiFi测试 螃蟹885RB1 WiFi6无线网卡 跑上了700多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 2.5G网卡我们使用iProfit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吉摩克G3 Plus 装置了低功耗 36分贝 非常安静 GMK G3 Plus 是吉摩克的第一款N150乔主机 它几乎就是G3的翻版 除了更换CPU和2.5G网卡 14.5W的功耗释放 性能发挥算是不错的 单核 单核比N100有所提高 双硬盘 M.2 P3E 3.0X2和SATA 也算不错 散热和静音接近完美 缺点吗 但2.5G网口 没有USB-C 接口兼容性一般 不过 继续保持了569元的低价 值得表扬 总结一下 吉摩克G3 Plus N150 以出厂44.5W的性能释放 表现和其他N100的小主机相比 多核靠前 单核超出 散热和静音目前表现优秀 在绝对低的价格面前 没有啥缺点 569元 吉摩克继续想和大家交朋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